林志堅的論文門 是友善引用還是抄襲 台大用先來後到 論斷一切 蘇宏達教授的學術水平 很令人懷疑 通常有些人會寫一些手稿 十年後的今天 覺得我當年做了手稿 在我現在的研究裡頭有用 所以我會把它加進去 發表出去的時候 當然要給人家抄襲 那個文章要慢 台大教授間的戰爭 教育部該怎麼主持公道 學輪相關事件 那麼我們都是 要請各大學 也是依照 這個學位授意法 及專科以上學校 學術倫理審議的 這個方式在做處理 我想一切就回歸到 依法來做相關的處置 對主管機關來說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黨主席就不用 許多人都認為 世間所提的證據 都沒有被採納 你不能為了一個人 毀掉 毀掉台大 傷害台大 校友這下也全面交鋒 都是台大畢業局內人 前總統馬英九 同樣說得上話 論文事件 校方嚴謹評斷 道理已經非常清楚 這維護了學術 最基本尊嚴 支持台大 更挺台大的決定 擺明指責綠營 身手高等教育 台大從來就不是一個 只講學術 沒有政治的學校 那台大這次從突然 宣布要召開記者會 然後管忠敏校長 親自出席 為這個結果背書 就會讓人覺得 政治痕跡很明顯 其實蔡英文總統 在逼迫台灣人民 在台灣大學 跟民進黨之間 做一個抉擇 為了一個人的論文 攻擊整個 全國的最高學府 台灣大學 我覺得這是 一個瘋狂的行動 遭到學人會 建議撤銷學位 林志堅跟台大緣分已盡 但這位無緣的學弟 卻掀起學長撿門 唇槍舌戰 靜新聞綜合報導